小铃玩具 X女王的数学黑魔法 黑暗X女王 托尼 想不到你还能够闯到这一关 伟尼 看来你的肚子很饿 不过 本来痛脑筋的话 肚子就会饿得很快的 说什么呢 你的声音擦不出我的 是你的吧 我忘了 我今天也是饿着肚子来的 白白的蛋白酥饼干 真好吃 你想吃吗 我可不能就这么给你了 除非你猜出 装着蛋白酥饼干的盒子 是什么形状的 真是的 你以为我连那个都不知道吗 那可是圆形 文尼 我可真是太笨了 只要这样下去 你可过不了第十关 就都被淘汰了 好了 这个 是圆柱体 圆柱体 文尼 你不会连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 都不知道吧 哼 这把我当什么了 那些我还是知道的 哼 不行 看来今天的数学题 要出图形题了 你好好答题吧 嗯 看不成了 哼 我文尼 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的 今日数学知识 第一道题 看下面的图画 答出 有几个三角形 yes 终于到达第三阶段的第一个问题了 让我来好好的解一下吧 嗯 这个图案 看起来就好像天上的太阳 嗯 太阳中间的形状是圆形 那么围绕这个图案的 是三角形了 让我来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角形一共是八个 嗯 那么答案就是四号啦 哼 第一道题 我是故意给你一些简单的题 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而已 下面是第二道题 我带来了一些小林的东西 你得从这里面找出三角形 圆形 四边形 然后配对 啊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看得到的东西 打篮球时用到的 篮球 碟子 还有扭铐 那都放到圆形里面好了 对了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三明治 也是三角形 叮叮 发出清脆声音的乐器 是三角铃 耶 就剩下最后的四方形了 嗯 让我看一看 相框 笔记本 还有长长的尺子 都是四方形 哇 第二道题也答完了 耶 哼 打得不错嘛 看来 我得加大难度了 我把这些图形 全部都打乱了 找出一样的图形来吧 哈哈哈哈 啊 除了我知道的 三角形 圆形 四方形 还有其他的图案 嗯 这下可糟了 该怎么办好呢 如果我答不出问题的话 就不能见到我的朋友们了 嗯 如果这个时候 有朋友能来帮助我就好了 文妮我来帮你了 第一个是箱子的形状 同时具有平面和尖角的形状 就叫做箱子的形状 第二个是圆柱形 虽然它也具有平面的部分 但是与箱子的形状不同 它还拥有圆形的部分 最后一个是由圆形的曲面组成的球形 现在知道不同形状的区别了吧 文妮你可以的 空空 谢谢你了 正如空空所说的 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嗯 先冷静的找一找箱子的形状 特征是平平的 但是也有鲜鲜的部分 嗯 啊 没错 一号和七号 诶 九号也是箱子的形状 OK 太好了 嗯 接下来是圆柱的形状 这个形状的特征 像箱子一样整齐 但是又有圆圆的形状 嗯 二号和五号 啊 不是 那我再好好想一想 没错 是六号和八号 哇 那么最后就是球的形状了 球的特征是整体都是圆圆的 嗯 那么就是三号 四号 耶 耶 幸好有朋友们帮忙 呵 呵呵 答得不错嘛 文妮 可是现在可不能再用朋友提示了 因为提示的机会就只有一次 呵 好了 下面是最后一道题 我正在知道一个机器人 你给当我的属下 看着下面机器人的图 找出图形的正确位置 嗯 刚刚在第三集中 坤坤已经把图形们都告诉我了 那么我一定可以答出来的 首先 机器人的头部是圆圆的 那么应该放上圆形的图案 脖子的部分虽然是平平的 但是也有圆圆的部分 因为要把头和身体连接起来 所以要用圆柱形 还有机器人的身子 有尖尖的部分 所以用箱子的形状来搭配 腿部和身体一样也有尖尖的部分 所以也一样用箱子形状 嗯 两株胳膊和脚部只有在末端有圆圆的形状 所以用圆柱形 哇 哇 太棒了 第三阶段也完成了 吴尼竟然又过关了 难道是我的提出太简单了 不行 下一次我一定要再加大问题的难度 等着吧 吴尼